243集 袁氏被戳中了痛楚 她白着一张脸 嘴角兮兮 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郭老夫人鄙夷地撇了袁氏一眼 当初她相中的是袁维昌的包美 可是成精却看中了袁氏 她自己夫妻美满 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寝涩和鸣 又见袁氏行事 也算是落落大方 想着有自己慢慢调教 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都挺好的 但是自从袁氏知道 自己最先相中的是 袁维昌的包美之后 就慢慢地变得对内阁府城的位置 念念不忘起来 她不仅希望自己丈夫能够入内阁 还下定决心要培养出一个 阁老的儿子来 谁没有一点念想呢 如果这点念想能催人上进 又有何不可 郭老夫人能理解儿媳妇的心思 对她的所作所为 也就睁着眼睛闭着眼了 可是没有想到 她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这也怨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小儿子的身上 自己早就应该发现 袁氏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想到这些 郭老夫人不禁地闭了闭眼睛 说不清楚心里是痛楚多一些 还是遗憾多一些 她冷冷地道 帐房统共就这么几口人 总共也就这么一点事 大郎在京城围观 我为何把你叫回来 你难道不明白吗 袁氏恶然地望着郭老夫人 郭老夫人淡淡地道 袁阁老的包妹夫 现在是大理寺正卿业役吧 当年大郎任大理寺少亲的时候 她还只是一个汉林院的学士吧 袁阁老的包妹 带着孩子进京服侍相公 拟带着嘉善去叶家做客 叶夫人见嘉善生得唇红齿白 小小年纪就能出口成章 想把家中的长女许配给嘉善 和你亲上加亲 你是怎样拒绝叶夫人的 你可还记得 袁氏低下了头 郭老夫人淡淡地道 我瞧着少锦 年纪虽小 性子虽然柔弱 可说的几句话 都是十分的有道理 有你这样的母亲 她不是受你的影响没有担当 就会受你的牵连 得罪同僚啊 娘 袁氏抬起头来 摇摇欲坠地望着郭老夫人 脸比肃稿还要白 郭老夫人并不准备就此饶过她 继续地道 从前的事我就不说了 现在就来说说花园假善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袁氏忙道 你刚才也听见了 家善是被人下了药 他神志不清 就算是之前 被周少锦失礼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周少锦 却把家善打成了这样 他说到这里 他想到周少锦 不可能亲自动手 把承许打成这样 又道 就算是不是他动的手 肯定也是因他而起 我觉得 只有把周少锦 把凶手交出来 给我们处置 周少锦的事 我们看在周大成的份上 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这也就算了 郭老夫人 气得眼前一阵发黑 厉声道 你就这么想的 原事不解 想到之前 郭老夫人对周少锦的庇护 她的心里就酸溜溜地 说道 娘 您也是做母亲的 家善被打成了这个样子 我已经算是对周少锦 网开一面了 你不能让我再退让 家善 也是您的孙子呀 蠢货 郭老夫人再也忍不住 抓起手边的茶钟 就朝着原事丢了过去 一杯茶 全都泼在了原事的身上 滴滴答答的茶水 顺着她的头发丝落下 满头满脸都是茶叶 原事脸色大变 婆婆太过分了 先是瞪着仆妇的面 给了她一耳光 现在又用茶泼她 她好歹是九如相的宗父 这件事她必须要告诉成经 就算成经要和她吵闹 她也不会退步的 郭老夫人见她眼睛瞪得大大 一点也不知道悔改 气得指尖发抖 恨不得上前再伸她一个耳光才好 真是秀目不可雕啊 家善平日里谦虚宽和 和家中的兄弟姐妹更是友善 谁不和她牵连如玉君子之风 有小小年纪就中了解缘 你就没有想想 那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谁给的家善 家善又怎么一个人坐在山洞里 烧紧是我们很必身房的孩子 养在我的身边 怎么不早不晚就走了那条路 啊 她是去见谁 又是怎么想到走那条路的 你一句话也不问 就知道给家善解脱 你那脑子 难道是用来当白色的吗 原是亥然 脑子里乱糟糟的 照婆婆的意思 是有人陷害家善哪 不错 不错 如果不是这样 家善又怎么会被人打 不然风大一些 就能吹走的周绍锦 身边服侍的 也都是一些束手无力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把家善打成这样 要知道家善可是十九岁的谢远 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嫉妒她呢 她定了定神 把对周绍锦的不满 先放到了一旁 脑子终于开始正常的思考起来 你啊 会不会是二房或者是三房 原夫人犹豫的道 我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两家 有这个可能 你可真能想啊 郭老夫人冷疯道 一不知道要从哪来 二没有证据 三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就敢说家善是遭陷害 敢说是二房三房主导的 我看你不仅是脑子不好使 这心也是被狗吃了 原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不敢吭气了 郭老夫人就道 从今天起 家善就住在我这里 他的事你以后不要再管了 原是大惊失色 忙道 娘 那怎么能行呢 程家和敏家 之前就已经交换了更帖 恐怕此时早已下聘了 郭老夫人瞪大了眼睛道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虽然知道原是 早有这样的打算 可正式下聘 不管是原是还是成金 都没有告诉他 原是不敢看 郭老夫人的眼睛 低声的道 这婚事 早已易了好几年了 不过是现在才正式下聘而已 也就没有大张旗鼓 郭老夫人的眼睛瞪得更大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道 你是不是骗了家善 原是听着争辩道 娘 娘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早就跟她说过 我和她的父亲 都看中了敏家的大小姐 不过是怕她分心 所以 想到她科考之后再下场 在京城的时候 敏家的几位公子 和她也有来往的 她也没有说什么呀 郭老夫人一听就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孙子 她一直都不相信 她会无缘无故地 赌一个小姑娘 昏迷的时候 还喊着她的闺名 原来如此 她问原是 你可知道 家善喜欢绍锦的事 原是下意识地 想回答 不知道 可她看见 郭老夫人 含冰般清冷的毛子 挂到嘴边 又盲咽了下去 垂下眼瞼 滴滴地应了一声 知道 你是 什么时候知道的 郭老夫人道 原是迟疑了片刻 这才说道 是 是去年 年底的时候知道的 说完 又怕郭老夫人责怪 忙到 我当时 就跟家善说了 这么亲事不可能 但是家善 还是一门心思地 喜欢着少锦 郭老夫人 不想再听原是的狡辩 静止地倒 而你为了 让家善安心读书 所以骗了家善 说只要 他好好科举 取得了好名次 你就为他求取少锦 是不是 因此家善 才会在取得了谢缘之后 纠缠少锦 原是支支吾吾的 还在那里 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我 我本也是有意 为家善 求取周少锦的 可是和敏家的婚事 由来已久 之前敏家一直拖着 谁知道 家善中了谢缘之后 敏家的人 就主动登门拜访 姿态放得那么低 我怕敏家 觉得家善中了谢缘 就自大起来 瞧不起敏家 平白地得罪了人 我一时也不好 断然地拒绝 想把这事放一放 等我回了京城再说 不曾想 敏家的三老爷 直接找到了我们家大老爷 说起了这件事 大老爷整天忙着朝堂上的事 哪里知道内院的事啊 想着之前 两家也是有默契 一口就答应了 我在金陵城 得了信已经晚了 就更不敢 跟娘说了 郭老夫人一巴掌 就扇在了袁氏的脸上 娘 袁氏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挨 郭老夫人的第二巴掌 她捂着脸 愣愣地望着郭老夫人 眼眶水光闪躲 郭老夫人气得不行 说道 人无信不利 连那事情里的 行商骨之事的人都知道 枉你还是一个 能识字断文的人 你的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到了现在 还拿话来糊弄我 是不是觉得 别人都是傻瓜 只有你是聪明人 真是不知道 是谁给你开的萌 教你识的字啊 你瞧不上周少锦 就规规矩矩地说 瞧不上好了 为何要去骗家善 她就是算是一时不息 她年纪轻轻地 这一刻考不上 还有下一刻 你就这样的迫不及待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能绑上有名 什么龌龙的手段 都使得出来 家善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达到目的的工具呀 你口口声声说 喜欢儿子 这就是你的喜欢 你是人 有七情六欲 难道你的儿子 就不是人了吗 你让他喜欢谁 他就得喜欢谁 你让他娶谁 他就得娶谁 我怎么没有强迫你和大狼 现在让别人有了可乘之际 你却还在一味地责怪少锦 那羞辱少锦的话 你怎么能说得出口 你造出来的业 难道还要让少锦 却给你受罚不成 你也是女子 难道不知道这样的言行 会给那个小姑娘 带来什么后果吗 我是不知道 这中间还有家善受骗的这一茬事 我要是知道 在山东的时候 我就应该给你一巴掌 不过 我看就算是给你一巴掌 估计也是打不醒你的 你到了现在 还觉得自己没有错 郭老夫人说着 流露出疲惫之色 淡淡地道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 还是那句话 从今以后 家善的事 你就不要插手了 不然 我会亲自去趟同乡 跟倾家救老爷 把话说清楚的 我们成家 虽然不曾休过期 可这不明事理的宗父 送去庙里反省 却也是有先例的 院士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郭老夫人的面前 她记得很清楚 那还是她刚嫁进来不久 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曾经和郭老夫人有了争执 郭老夫人让曾经 跪在院子里反省 鹅毛大雪飘落下来 浅浅地挤了两寸高 曾经不认错 郭老夫人也不说起 直到现在 遇到天气骤变的时候 曾经的膝盖 还会隐隐作脱 郭老夫人 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就算是亲生的儿子 她也狠得下心来惩罚 何况 是她这个做儿媳妇的呢 娘 娘啊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娘 她抱着郭老夫人的腿 哭哭哀求道 我以后 什么都听您的 家山已经是先缘了 再努力一下 以她的年纪 至少可以点个叹花 若是孕情好 说不定还能中一个庄园 三元吉地 奔朝开国至今 还没有一个人多此殊荣啊 娘 就这一件事 你就让我做这一件事 我一生一世都会感激您的 郭老夫人一脚就踢在了原氏的胸口上 滚 你给我滚 老人家淡淡地倒 按在茶几上的手 却是青筋突起 再也不要 让我看见你 娘 远氏被踢的胸口一阵剧痛 也不敢松开 抱着郭老夫人大腿的手 郭老夫人暴怒 大声地喊着吕嬷嬷 快 把她给我拖下去 娘 我什么也不求 求求您这一桩事啊 娘啊 远氏不松手 满脸是泪 郭老夫人气急而笑道 我给大郎纳一房窃室 再剩一个树子 然后在我的屋子里养大 你也同意 远氏呆住 郭老夫人高声道 这个儿子是你的 我却是不能让长房断了香火 让大郎再给成家养个儿子 这你也同意吗 不 不 不 远氏摇着头 心里是一团乱麻似的 根本不知道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您不能这样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郭老夫人的表情淡了下来 轻声的道 你现在 跟着吕嬷嬷出去 还有几分的体面 等我叫了粗使的婆子 拖你出去 你可就别说我不给你面子了 可是 我不能把儿子让给你 他眼看着就要成气候了 我辛辛苦苦养育了十几年的儿子 不能就这样放手 原始还要和郭老夫人争辩 吕嬷嬷嬷扶了原始 一面半嫁着她往外走 一面在她的耳边倒 老夫人呐 正在气头上 夫人您就少说两句吧 有什么事啊 等老夫人气消了再说 您嫁进来都快三十年了 老夫人是怎样的脾气 您还不知道吗 再说 万事 不是还有大老爷吗 是啊 老夫人这个人 你越是顺着她 她就越宽和 你越是和她对着来 她就越是执拗 大老爷 只有大老爷能救她了 远是跌跌撞撞地 和吕嬷嬷出了内事 郭老夫人 独自对着满室的寂静 默默地做了片刻 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过身来 想给承许爷爷背脚 却发现承许一双眼睛 睁得大大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醒了 孙子可能 看到了自己 教训儿媳妇的场景 儿媳妇以后 在孙子面前 会不会没有威严 郭老夫人有些担心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